大家好,我是新元,今天我们分享一个佛陀亲口宣说咸鱼经,也叫百玉经 有一天,佛和他的弟子们在王舍城的雀风竹园里集会 座中有诸大比丘,诸大菩萨,以及天龙巴布等 在这个圣会中,还有从别处来的一学泛至五百人 他们都一心想听佛法,想对佛有所询问 当佛出来坐定后,他们便从座上站起来说 我们听说佛法非常宏大和深远,所以特来请教 佛就叫他们提问题,又一加一回答 于是那五百泛制都得到了心领意会,明白佛法的真意 于是就在佛座下五体投地,受了五戒 当他们重新坐回座位以后,佛就对他们说 你们要好好听,我现在给你们说各种辟语,百玉经 就是这样的缘起,以下就是正文 本人吃盐,一从前有一个笨人,到朋友家里去做客 主人留他吃饭,他咸菜没有味道 主人就在菜中加了一些盐 他吃起来就觉得味道很好 本人心里想,菜的味道好吃从盐中得来 不多的盐就以这样好吃 那么多吃些盐,味道一定格外好了 这样想了以后,本人就向主人索取了一杯盐 一口吞进嘴里去,不料闲得要命 就急忙把盐从嘴里吐出来 这故事比喻,修行人适当的节量饮食 少欲知足,是对于身体和修行都有好处的 但一般外道宣传,矫枉过正 索性提倡不进食,认为这样就可以得到 因此有断食7天或15天的,结果影响身体 困而死,对修行却一点没有益处 这是错误的,那种做法和笨人吃盐一样 是可笑而愚蠢的举动 二,把牛奶基础在牛腹里 从前有一个人要在一个月以后验课 需要大量的牛奶,所以要事先预备起来 使临时出现需要也不至缺少供应 他心里想,如果把牛奶从牛身上取下来基础 就需要有很大的木桶 而且也应该考虑到 把牛奶放在木桶里,日子久了容易坏 不如把它放在牛腹里 到燕克那天一并来取,那就既省事 又可吃新鲜的牛奶,不是再好不过了吗 因此,他就把他所养的那一头奶牛 和正在吃奶的小牛分开 也不每天去挤奶了 一个月以后,燕克日子到了 他就把奶牛签来,要去牛奶 使客人们吃到新鲜的牛奶 可是不论怎样用功,一滴牛奶也取不下来 当场给客人们讥笑了一顿 这故事比喻,休不失的人 想等到钱多时再来救济穷困的人 是错误的,应该把握时机 及时来做,否则不就和那个把牛奶 基础在牛腹里的愚人一样吗 三梨子打破头 从前有一个呆子,是一个秃头 一天,有一个人看到他头上没有头发 就拿梨子打他的头 打了一个又一个,把这个呆子的头皮都打破了 而且流出血来 可是这个呆子默默地忍受着 不抵抗,也不避开 这是有另一个人看到 心里很是不忍,就对呆子说 你为什么只是站着挨打 如果不敢回手,也应该避开才是 看你满头是血,不怕痛吗 呆子回答说 哎,这种人鱼痴蛮横到这种地步 真太不讲理了 他见我头上没有头发 以为是一块石头 好像可以随便用梨子来打的 不知道这是我的头呢 终于打出血来了 你看,哎,这种毫无知识的人 我对他是没有办法的 另一个人听了,很是生气 就骂呆子说 你真是笨得可怜 难道别人打你 你只是站着不动 弄得头破血流 倒不吃吗 这故事比喻 有些学佛人不能真正的守戒 习定,学会 只是外表好像有威仪 以获得人家的称赞 结果自己受苦 就和那个挨打的呆子 同样的愚痴 刺装死骗妇的妇人 从前有一个人 娶了一个漂亮的妻子 她对妻子十分恩爱 可是她的妻子 却并不爱她 因为她另外有了情人 她常想抛弃丈夫 去嫁给她所喜欢的男人 于是这个妇人 就趁丈夫不在家的时候 找了一个老婆婆 秘密对她说 我走了以后 请您去弄一个女尸 放在我家里 我丈夫回来 您就对她说 我已经死了 那老婆婆果然去弄了一个女尸 放在她家里 后来她丈夫回来了 果然身心不疑 很是悲痛 还在尸体旁哭了好久 然后把这女尸火葬 把骨灰盛在一个袋子里 并且日日夜夜随身带着 以纪念她们过去的爱情 至于那个妇人 当时就和她的情人结了婚 但是日子久了 又觉得这个男子讨厌 脑袋又想起原来的丈夫 就跑回来 对她丈夫说 我是你的妻子 现在回来了 丈夫回答说 我的妻子早已死了 你是谁呢 为什么来骗我 说是我的妻子呢 妻子虽然再三说明 要求她承认 但是丈夫始终相信 她的妻子已死了 总是不肯承认下来 这个故事比喻 先入为主的成见 是很难变更的 一个人不能给别人 留下任何坏印象 更不能轻信邪说 那个妇人的自食其恶果 和那个丈夫的死职成见 同样是愚痴可怜的 五口渴见了水却不喝 过去有这样的一个人 在路上走得非常口渴 很想弄些水来 以解除这个苦痛 看到远处雾气蒸腾 当作是水 可是走过去一看 却又不是 后来东找西巡 终于给他找到一条河流 河水滔滔不绝地留着 而且很是清洁 然而这个人却只是呆望着 并不下去喝水 别人看了也很奇怪 问道 你口渴找水喝 现在找到了 为什么又不喝呢 这人的回答非常奇特 他说 你喝得完这么多的水吗 要是喝得完 我早就去喝了 几只喝不完 所以我不去喝了 大家听了 都笑他 这个故事比喻 有些人强词夺理地坚持着怪癖的见解 不尽情理 以为佛教戒律 很广泛严格 一时不能全部受持 就索性舍弃不受 仍旧流转生死 终没有得到的希望 那是很可怜 也是很可笑的 六沙子承担 有一个人 养了七个儿子 其中一个有一天死去了 这个人想把死去的孩子 放在家中 却让自己和家人 离开那所屋子 邻人对他说 您为什么不把死了的儿子 拿出去埋葬 却让活的人离开家庭呢 这个行为太笨拙了 这个人听了以后 想到 话是不错的 人死了 应当拿出去埋葬 可是叫我怎样拿呢 只有这样吧 再杀死一个 那就可以成蛋挑出去 结果 真的他就在杀死一个儿子 和那死了的儿子 凑成一蛋 挑到山上去埋葬了 这个故事比喻 有些修行人 犯了一条戒律 不想改悔 还要企图掩盖事实 假作持戒清静 被人揭发了 告诉他 修行人守戒 应该和保护珍贵的眼珠一般 怎么可以违犯而不忏悔呢 他就索性 多做些破戒的恶事 以便一同忏悔 这正像沙子承担 以便一同出卖一样的愚蠢无知 亲人人做哥哥 有一个人 家里很富有 而且举止大方又很聪明 所以远近的人 对他都很称赞 羡慕 那时有一个人看他这样 就认他做哥哥 来来往往 很是亲热 他为什么认那富有的人 做哥哥呢 目的是为了要想这人的钱用 后来 那个富有的人 变为贫穷的人了 而且还欠人很多的债 他就对这人冷淡下来 还对人家说 他并不是我的哥哥 这个故事比喻 有一类外道 利用和盗窃佛法的一部分语言 方法和仪式 作为是他们的教法 完全不是真心信奉 只是想遮盖他们罪恶的阴谋 不可被他们蒙混欺骗 把偷国王衣服的野人 古老的时候 有一个野人 前进王宫 在国王的衣裤里 偷了一些衣服 出来后 就逃到很远的地方去 国王在发掘被偷了东西以后 就命人到各处去搜查 终于把那野人寄不到案 当审问时 这个小偷不承认那些衣服 是从国王这里偷去的 说是他的祖父 流传下来的遗产 国王就命令 他将那些衣服穿起来 那个野人不知道 衣服怎样穿法 把本来应当穿在臂上的 他穿到腿下去 应当穿在腰上的 穿到头上去 国王就判断说 你都穿错了 这就证明这些衣服 不是你祖父留给你的 何况这些都是国王 和官吏穿的衣服 你祖父是不会有的 那野人 无话可答 不得不俯首承认 这个故事比喻 外道利用和盗窃 佛教的教义 作为他们自己所有 但因不明白佛法的真意 偷了去也不会用 弄得颠颠倒倒 不伦不类 结果还不是暴露出 他们的本质来 久呆子赞美父亲的德性 从前有一个人 在许多人面前 赞美他父亲的德性 说他父亲的心很仁慈 不曾损害别人 也从未掠夺过别人的财物 待人很是公正直爽 不说谎话 而且看到别人有困难的时候 还肯帮助人家 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个呆子 就想自己也应该赞美父亲一番 就说我父亲的德性 还胜过你的父亲呢 大家就问他 那是一些什么德性 呆子回答说 我父亲从小以来就断绝隐喻 不干这种事的 大家听了都哄笑起来 说道 你的父亲如果这样 那么他怎样会生出你来呢 这个故事比喻 赞美别人的好处 需要符合实际 捏造的谎言 非但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反而会遭到人家的轻蔑鄙视 所以佛教五界中制止妄语 石烈火上的糖浆 有一个人正在家里煎熬砂糖 这时来了一个妇人 他想屈奉那富翁 请富翁吃一杯糖浆 就咬了一些砂糖汁到小锅里 加了一些水 放到火上去煎熬 炉子里的火很猛烈 糖浆放上去不久就沸滚了 他又怕富翁等得不耐烦 想让糖浆立刻冷下来 就不停地拿扇子 在糖浆上用立扇 可是慌忙间 忘记了把小锅子 从火炉上拿下来 因此虽然扇了很久 糖浆还是在沸滚 那人很着急 弄得满头是汗 旁人看了觉得很好笑 对他说 你这样做是白费气力的 锅子下面的烈火不停止 上面的糖浆 怎能扇得冷呢 这个故事比喻 如果我们不从 根本上去除灭滩 吃的烦恼烈火 是不可能得到清凉解脱的 尽管你忙着 其他无益的苦行 还不是徒劳无功 无实际是无补于事的 将来依旧是流转生死 受苦无穷 实意事实证明 有许多人坐在一间屋子里 谈论某人的品行 那有一个人说道 这个人别的都好 只有两件事不好 第一是他常常动火发怒 第二是他做起事来很鲁莽 不料所说的这个人刚巧从门外经过 这些话被他听到了 这个人立刻怒气冲冲 走进屋内 用手打谈论他的人 并说 我什么时候曾经动火发怒 什么时候曾经坐视鲁莽 当时许多的人都对他说道 你现在的举动 不是足以证明你的脑怒和鲁莽了吗 这个故事比喻 有一种人有过失自己不明白 别人对他提出意见 不但不虚心接受 反而恼羞成怒 邪嫌报复 这样不但阻碍自己的进步 并且暴露和发展了原来的过恶 招致了不良的后果 把芝麻炒熟来种 有一个人 吃了生芝麻 觉得不好吃 后来把它炒熟了 吃起来很有味 于是他想 既然熟的好吃 我就用熟芝麻来播种吧 结果种下去了 却永远没有生出来 这故事比喻 种子交了 就不可能生长结果 久远洁行菩萨道 修行难行苦行 才是修成佛果的种子 正因 如果欲速贪意 改修小城罗汉之道 终不能得成佛果 佛喝赤小城为 娇崖败种 就是这个意思 十二杀了领路人去祭祀 从前 有一批商人 预备到远方去做生意 因为要经过大海 不明白怎样走法 结果 大家商量以后 请来一个领路的人 这样 他们就出发了 半路上 到了一处旷野中 有一所供奉天神的庙宇 依照他们的习惯 必须杀一人来祭祀 放得通过这个地方 这批商人大家讨论 都认为在他们中 尽是亲戚和同乡 不能杀死一个的 只有那个领路的人是外方人 不如杀他来做祭祀 所以就把那个领路的人杀了 等到祭祀完毕 他们又动身走了 可是因为没有领路的人 而迷失了方向 走来走去 走不出茫茫的旷野 终于大家都困死在旷野里 这个故事比喻 要入法海 佛法大海 探取珍宝 应当修缮法行 以为导师 有些人原来倒也修缮法行 可是经不起实际的考验 常常会动摇不定 抹杀善行 妄想蒙混过关 图取珍宝 其结果只会是永垛迷津 终得不到出路 百玉经的故事 都是佛陀宣说 各种辟语简短的小故事 如果喜欢听的人多 后续将再次更新 希望大家积极反馈 我们下期再见